为了宣导民众多搭乘捷运公车骑单车或步行 台北市政府在国际无车日的今天 号召数百名市民骑着单车一起到市府广场前 排出Green字样与微笑图案 台北市长郝龙斌鼓励民众多使用大重运输工具通勤 不但省钱也可以享受绿色运输生活 台北市政府22号举办大台北国际无车日 台北放假去活动 号召数百名市民朋友骑着单车与市长郝龙斌 一起在市府广场上排出Green字样和微笑图案 宣示台北市迈向绿色运输城市的决心 早上骑了单车到市府的豪龙斌 呼吁民众多多使用双BMW 不仅可以省下开车费用 而且健康又响应绿色环保 郝龙斌说 希望大家能做的是双BMW 所谓双B 一个B就是我们bike 做骑脚踏车 另外一个B就是搭大众的公车系统 M是metro 我们做大众捷运 W是walk 希望我们用绿色的运剧达到健康 省钱 同时响应环保 让台北成为绿色城市 这场台北放假剧活动 除了邀请民众骑证单车体验城市乐活生活外 还有几点换奖品 交通安全体验 闯关对行礼和表演等多项精彩活动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韩启贤 再来台北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